用中華郵政的資料,把它做一個正規 所謂正規的話就是我要查資料 如果假設它排列的次序 不符合我查詢資料的規範的話 那當然就沒辦法查了 所以這個資料的話基本上就在哪裡 就在這邊 雲端白板 雲端上面 雲端的位置就是還記得吧 GG.GG Digit to edit 這個可能請各位務必要記下來 OK 然後在Sale的這個單元裡面 雲端白板 那各位可以看第一個單元就是這個 你把它打開之後 的第幾頁 第二頁這邊就有了 一個中華郵政的下載連結 那這個資料當然呢 因為主要我們是 就是要拿那個台電的資料 想要統計一個訊息 台電的資料 那台電這邊各位可以看到 它主要你可以下載這個 我是假設我按照哪一年 比如說這個好像它給我們資料裡面 台電104年到110年 這個應該是本年度111年的資料 那如果說我今天想要知道一個訊息 什麼訊息 打開之後我想知道 到底哪一個縣市 它用電量是最高的 有沒有 當然你可以看到 它這邊有幾個欄位是蠻重要的 第一個就是 哪一個縣市 用的最多 但是它沒有縣市這個欄位 所以我們必須把它變出來 否則的話如果你要統計的話 就沒辦法辦到 那所以台電這個資料 然後我們可以在行政區旁邊 插入一個欄位 所以按右鍵 一般選取是選那個一欄 然後按右鍵 插入一個欄位 這一欄的名稱也許叫縣市 因為以後如果假設 你們要做一些資料的統計分析 如果沒有那個欄怎麼辦 你就要把它想辦法變出來 至於怎麼變出來 你就看自己的功力 最笨的方法是土法鏈鋼 稍微聰明一點就是用函數 錄製聚集在VBA 上個禮拜我們是用VBA來做 所以這邊會需要一個縣市 縣市的欄位 那縣市欄位呢 如果我要查的話 通常會用一個函數 這個函數蠻重要的 就是查閱語參照裡面最後一個 叫做VLUPA函數 這個VLUPA函數其實主要就是要查什麼 它需要有四個參數 第一個就是查什麼東西 LUGA VELU 查詢的資料 那就是查郵遞區號 那第二個的話呢 對照的表格 可是這個表格目前並不存在 所以上個禮拜其實就是要做那個表格 就是要被查的那個表格 查到之後呢 把縣市代表 縣市可能如果在第二欄 你就輸入2 那RANGE LOOKOUT就是要比對 是不是要找接近的 不要的話就輸入0 所以喔 這個的話就是 理論上應該 這個郵遞區號有了 但這個沒有 那這個知道第二欄 這個輸入0 所以剩下來就是這個欄位 這個參數呢 我們先把它變出 怎麼變出來 就是上個禮拜提到的 我們是去先把那個中華郵政 所以你再回到 剛剛雲端上面的第四頁 第二頁 下面這邊有個中華郵政 那你可以把這個中華郵政的連結 點下去之後 在第幾個 第四個吧 下方的1234 就這一個 有沒有 它這邊會出現什麼 這個 7.1 台灣地區郵遞區號前三碼一欄表 那這邊有個ESAL的檔案 那你把它下載之後 理論上當然最好它是按照什麼 按照那個 就是郵遞區號啦 然後縣市 行政區 照來排列是最好 可是你會發現喔 它並不是這樣 你打開之後 你會發現喔 哇 它這個 就不是我們要 我們 最後想要做出來的 那個表格喔 基本上是要長成像 哪個樣子 應該 底下我這邊有 最後 我希望最後應該是要長這個樣子 先由立區號 再縣市 再區 OK 可是喔 這個好像離我們要的 狀態好像有點遙遠 第一列先把它刪掉 這個不需要 103年啟用 當然我們上個禮拜 做到第一件事情就是 把什麼 這邊總共有一個範圍 兩個 三四五六 把六個範圍 因為如果說假設它不是連續的話 我們要處理資料就很麻煩 所以第一件事情 先把這六個範圍 把它合併在底下 合併在一個範圍 所以上個禮拜的那個喔 如果假設 你上個禮拜的程式喔 你可以參考一下雲端白板 那所以如果 程式沒有的話 你可以按右鍵插入一個模組 那這一段程式嘛 我要把它放在雲端上面 其實就是 哪個地方 這一段 步驟四啦 其實總共我把它分成四個步驟 至於細節喔 假如你已經忘了差不多了喔 或者還不太熟悉 你可以回頭看一下上個禮拜的影片 影片的話 放在Poto上 這邊就有了 有沒有 這裡面的話總共有 這個 順序好像我沒調 OK 有沒有 1 2 3 4 就是幾個步驟 然後呢 我們就是 上個禮拜這邊 就有這個影片 只是我順序 我可能再調一下 然後呢 我們那個程式基本上 你也可以從雲端上面 找到第四個步驟 你把它Ctrl C好了 然後基本上的話 把它Ctrl V貼到模組裡面 那也就是說複製喔 那其實複製的流程是這樣 先把這個範圍 D跟E這個範圍 複製到下面 再把G跟H 再複製到下面 所以這個上個禮拜有講到 如果假如你已經忘了差不多 或者還是太清楚 你可以回頭再看剛剛那個影片 OK 那基本上我們是什麼 這個R是追蹤A藍的最下面 所以得到是66 也就是說呢 把第一個範圍 複製到66這邊開頭 所以會用到一個方法 叫做Copy 那個範圍 哪個範圍 哪個範圍 這個就是D1 到應該是E的最下面 應該66 然後把它Call到這個的最下面 所以Call過來 那就是清竹 一直到什麼和平 所以我把它Ctrl向下 看看 對,和平沒錯 再來的話 再來的話 就是在下一個 那這個E3 2 其實就是要抓哪個範圍 第二個範圍就是G跟H 所以是新色 Ctrl向下 新色到東石 Call到哪裡呢 Call到這個下面 E3 E加1 所以呢 下一個 所以按F8 有沒有 然後下一個 下一個範圍應該Step3 Step3意思就是說 從那個第四欄 有沒有 然後再加3 加3的話 4 5 6 7 那就是這個 第7 G跟H 然後把資料怎麼樣 把它Call過來 所以 下下追蹤 OK 追蹤到的位置在哪裡 131加1 有沒有 這邊有131加1 那就132 然後把它Call到底下來 OK 然後就Call到後面 那你會發現 新色一直到東石 Ctrl向下 有不要放這邊 Ctrl向下 OK 對 沒錯 那一樣的道理 所以就是把 一個一個的範圍 分別 幫我Call過來 所以再來應該就是 第四欄到 加3 就7 然後7再加3 就第10 所以理論上 就是在下一個範圍 那 追蹤的底下應該是198 197加1 198 然後再幫我Call過來 OK 好 那一樣 反正底下都是一樣 等於是全部通通Call下來之後 再來做什麼呢 就是把 剛剛 因為已經Call過來了 所以 原來的這些範圍 通通要刪掉 那這個範圍 它基本上就是哪裡到哪裡 就是 第一 第一 應該理論上到1開始 到Q的應該是66 所以我們把 D1到Q66 等於沒有 那意思就把它刪掉 所以這一行的意思就刪掉 好 這樣就OK了 所以你會發現 總共乘四 其實就只有四行 等於一個回圈 應該五行 一個回圈 然後這個是追蹤 A欄的最下面 這個是Call的範圍 範圍 點Copy 到我要放的A欄的最下面 它就會一直Call 等於 所以有這個方法 就是說如果以後 你那個要複製的範圍來源 假如是有一個固定的規則 比如說間隔 像這個是間隔三欄 間隔三欄 那你就可以這樣的方式 把它通通都合併在同一欄了 OK 當然啦 如果你不會用程式的方式解決的話 那就悲劇了 為什麼 因為你就是突發煉鋼 那你會發現現在 工作上很多人 不會寫程式 那就每天 選取Ctrl-C Ctrl-V 選取Ctrl-C Ctrl-V 那事情一樣可以做得完 只是說 他如果每天都要做 他每天都Ctrl-C,Ctrl-V 而且範圍很多的話 每天都這樣做 你怎麼可能會快樂 每天光做這些事情 就很累了啦 而且喔 現在資料量只會變多 不會變少 因為現在都大數據時代了 所以喔 以後 因為像這個還好 只有Ctrl-5個範圍 其實感覺還不會太難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Ctrl-50個 那你感覺就有點累了 Ctrl-500個 不得了 500個你Ctrl-完 大概就已經耗掉一個小時了吧 OK喔 然後如果每天都耗掉一個小時 那如果 會寫程式 寫一遍 就可以一個月 省掉 22個工作天 那就省掉22個小時耶 一個月省22個小時 你可以做多少其他的事情 對不對喔 還可以跟 同事 打打屁啊 喝個咖啡 有沒有 下午還可以哈拉一下 對不對喔 當然工作的氣氛一定都不一樣了 所以有的人為什麼 每天工作都很忙碌 那有些人喔 工作就是很愜意 OK 原因其實我覺得啦 有部分原因 應該是跟 工作上的效率 我覺得是有絕對關係的 因為你事情都做完了嘛 做完了 反正 剩下時間理論上都是你自己的啦 我想 因為每個人工作內容 都有一個固定 你不會說老闆突然 有啦 有啦 有那種老闆啦 他會知道啊 你很閒對不對 那你再給 所以有的人就會怎麼樣 做完了之後 那就裝嘛 假裝一下 其實 其實做完了 但是還不能讓老闆知道 做完了 你做完了沒 還沒有啦 還有一點點 OK 等一下再給你 那當然的話 他就可以怎麼樣 再去做別的 就之前 我遇過的那個 就是學程式的同學 還蠻認真的 他做完之後 但是他其實沒有做別的事 反正他真的就是 不是裝忙 他就是在研究 研究 程式怎麼樣寫更好 有沒有 你會發現他 最後呢 他其實 哇 又更厲害了 就是把所有的程式啊 各種方法 可能第一個方法 像我們之前不是寫好幾個步驟 然後他就把那個步驟 再更精簡 再更精簡 然後再換別的方法 試試看 最後他其實已經到了 哇 如火存心的地步了 所以他這個部分呢 真的就變成他一項 很厲害的一個 這個一個技能的 所以他後來 他還問我說 老師 我覺得這工作實在不能符合 我的要求 因為太輕鬆了 因為他做事情 所以他等於所有工作都已經把它寫成程式了 他每天就覺得好像沒什麼事做 但是他又是那種 又想做很多事的人 他就問我說 老師那我是不是應該要轉換跑道 對 我說其實可以啦 你也許 那不就是你騎驢找馬 你也不要一家冒然就把工作辭掉 後來他就是先跟他主管聊聊天 然後他主管說 那你其實不然我幫你調個部門好了 他就幫他調到他喜歡去的部門 然後薪水也幫他調整 於是他就留在原公司了 後來跟我講說 老師我薪水調的還蠻多的 我說你調多少 他說調雙倍 雙倍是兩倍耶 所以我覺得蠻替他開心的 但他有講到一個重點 他說可能是因為他們公司是外商公司 是一個美商公司 因為有些公司 他不是看能力給薪水 他是看什麼 你有來你應該多少就多少 像日商公司是看年齡給薪水 越資深的給越多錢 還有他其實 像日本公司還是有男女的差異 對女生還是蠻歧視的 你們應該有看過一些日劇吧 好像那個菜鳥都一定要 幫老闆倒水倒茶 然後要服務幹嘛的 做不好還要被罵 尤其是女生 現在好像還是這樣 但是好像美商公司 外商公司好像就不見得是這樣 就看能力給薪水 所以如果假設 剛剛講的東西 你可以很快的做完 當然你的效率絕對跟別人不一樣 所以 那只是說這一段程式 他前面其實還有很多步驟 至於細節 上個禮拜都講了 我就不要再重講了 OK 影片都在剛剛這個連結裡面 請各位就自己再看 如果你假設 我不會給各位太大的壓力 只是說我覺得這個東西是 你如果學會對你是有幫助的 OK 那你說如果不學會怎麼樣 也不會怎麼樣 也不會怎麼樣 就是這樣 你的人生就是這樣 就是 可能反正 就是得過且過 OK 也不會太好也不會太差 反正就這樣子 但我覺得你趁年輕多學一點 應該也不是壞事吧 因為你等到你年紀大了 你想學了 真的記憶力變差了 像有時候你們可以問你們父母親 但到那個年紀的時候 想學 第一個 腦袋不太靈光了 記憶力也不好了 然後再來可能都會有老花眼 現在好像 以前大概五十幾歲才會老花 現在好像很多人 三十幾歲、四十歲就開始老花了 因為都看那個3C的產品 手機 OK 所以 當然 那為什麼會老花 其實有個原因就是說 你不會寫程式 也可能會有這個原因 因為其實像我們剛剛做的動作 如果你是用土法煉鋼 你勢必就一直要盯著螢幕看 Ctrl-C Ctrl-V 要先選 選完 Ctrl-C Ctrl-V 每天一直重複盯著螢幕 你說這樣眼睛會好嗎 但如果你程式跑完之後 其實就OK啦 你就不用盯著螢幕看 OK 只是前面你還是要把程式寫出來 是必要的 第一個 所以上個禮拜的部分 請各位先把這個 所以我剛剛講的連結在這邊 如果你上個禮拜沒有存到檔 如果你有存到檔 你就直接打開 如果沒有的話 你就從這邊下載 下載就是這個 記得是抓這個檔 應該是1234第四個 Excel 然後我剛剛是先把第一個欄位 第一列先刪掉 然後再到Visual Base裡面 把步驟式的程式貼過來 記得貼的話 你不要連貼都不會貼 貼到哪裡 貼到模組 所以這個模組 如果原來沒有的話 很簡單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然後把步驟式的程式碼 在哪裡 在雲端上面的應該是 步驟式在這裡 第四頁的地方 就是剛剛這一段 Sub到End Sub 反正以後貼到模組 切記一定是頭 一定是尾 貼的話就貼到模組裡面 貼上 再來就做一件事就OK了 就是直接把它執行 它就可以Run出來了 就會跑出來結果就像這樣子 那Ctrl向下一下 它就會 Ctrl向下的話 就會移到最下面一列 東引 然後 389 那就OK 第一步 再來就是第二步 第二步 第二步的話 其實也是上個禮拜講到的 第二步就是 我要怎麼樣變成這樣子 這個變這樣 其實就是這一段程式 應該是完成程式碼這裡 所以 從這邊 按Shift鍵 Ctrl C 然後Ctrl V 然後Ctrl V 這段其實有點難了 OK 然後就是 它基本上就是什麼 先 這三行 三個動作是 先在上面 先產生什麼 產生那個欄位名稱 有沒有 先把D1放縣市 然後E1放行政區 然後郵遞區號放這裡 然後分別再把這邊的資料放到這邊來 那當然會有些判斷 判斷什麼 判斷它是不是限市 如果是限市 而且是空的 那就是先放過來 不加1 然後再來就是往下 下一個的話 就大通區 然後再往下 那一樣的方式 所以直接執行 我們看一下 基本上就是這樣 那最後做完之後的話 我們再把郵遞區號 本來在F欄 把它剪下之後再放過來 那就完成我們要了 所以 把F欄本來在郵遞區號 call過來 那就完成 我們要的這個結果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那我們有清單之後 待會要來查詢 台電的這個資料 限市就簡單了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謝謝喔